九十塊來講這個肉量那真的是還蠻浮誇的 看起來那是真低欠吃啊 財南海岸路商圈48小時爽吃特級食選 分別是無名鹹粥 康樂節牛肉湯 ABC Burger 阿江閃魚麵 小腳腿羊肉 下大島藍B哥 鳳姐鴨肉飯 餵熟Mijuku 以及冠軍海鮮粥 最後是胡鬚中牛肉湯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呢 我們當然有以滿滿才能味的在地早餐起手 它呢就是位在海岸路附近大泳街上面的無名鹹粥 相較於其他兩家阿滋貝的知名鹹粥 這一家呢算是相對Local 那我點的呢就是他們家的招牌鹹粥啊 一碗只要60塊 基本上呢就是用魚湯打底 再加入滿滿的虱目魚柳以及鵝啊 寒冬啊來上一碗那是真低享受 然後呢我還有再點了一份乾的虱目魚肚 表層呢還有再幫你淋上滿滿的肉燥 這個組合那才叫真低專業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等一下就從它的鹹粥起手 這個料的量挖起來真的是相當爽快 感受一下 OK各位入口機的感覺啊 我本來預估虱目魚柳可能會有點圍紮實 但整體吃起來其實算是充分軟綿啊 而且你配上它的米飯跟它的鵝啊起吃 口感就會變得很豐富 因為它比較偏這種泡飯嘛 所以說是帶有一定的Q度 然後鵝啊的話呢就是補上點這種帶有飽滿感的嫩度 好的那我們再來處理它的絲母魚肚 個人還真的是第一次吃到有幫你淋上肉燥的啊 配上它的肉燥入口那真的就是雙重的油香充集 不過口感真的是蠻好的 魚肚跟它的肉燥本身呢都是極度的劃口 一碗110塊這個肉量那是相當有誠意啊 溫體牛嚼起來的肉香那真的就是特別濃郁 即使你沒有沾醬吃起來覺得也是充分夠味 同時呢還會再包裹上它的湯頭本身 大骨感又帶一點蔬果的清香哦 整體喝起來呢真的就是走一個相對清爽路線 不過我個人吃牛肉湯呢 還是最喜歡撸上一點微甜的油膏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趕來試一下它的生炒牛肝 不得不說顏值看起來那是真滴下飯啊 感受一下啊 OK各位我的感覺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相對於我們熟悉的雞肝豬肝 它那種內臟香氣會比較適中 還會再補上一股很濃郁的牛肉香氣 帶給我的衝擊我覺得絕對不會輸於它的牛肉湯啊 意外的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好的各位 總結言康樂節牛肉湯 我覺得整體走的就是一個相對清爽舒服的派系 然後生炒牛肝呢個人絕對是雞腿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哇他們家這個薯片真的蠻好吃的 剛才已經偷吃了幾片 那我們首先呢大家要從漢堡起手 看起來呢就是相當經典的 Smash Burger壓的扁扁的路線 不過這個斷面真的是我近期看過 前幾有魄力的非常粗的油條啊 OK各位我們開喔 第一口下去雖然我非常有心錯誤了它的油條 但是意外的是漢堡肉排本身那是真滴多汁 個人還是會建議大家就是直上雙層那才會是最爽的 然後伴隨肉汁跟起司鹹香的呢 就是一股相當鹹著 火力十足的四川辣醬 我們配上大家這顆堡的主角油條本人來試一下 這個手贏相信別人我多說 油條本身覺得是脆好脆滿 所以說就會加它漢堡包的微Q 肉排本身的軟嫩 土桑谷脆度十足的層次感 有配油條那是真的差蠻多的 好的鬼觀眾朋友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寒露的尾段 它就是來自於柳瑩的小腳腿羊肉 沒有錯我們來到台南再吃溫體牛之魚 也千萬不要忘記優質的溫體羊肉 那我點的這一份呢 就是他們家的招牌 清蒸三層肉 整體顏值算是蠻精美的 而且看得出來 斷面的油脂含量也很豐富 口感應該是不錯的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一口下去我覺得它充分值得讓更多人來嘗試一下 我覺得是我吃過的那種羊肉裡面 羊燒味最微乎其微的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一股適當的蒜香 配上很濃郁的羊肉油脂香氣 比較意外的是它上層這些透明的皮的部分 整體吃起來也是感受不到太多這種需要咀嚼的腳感 吃起來也是走一個很舒服的軟Q路線 我們配上它裡面的蒜頭試一下 其實它這一份你充分可以把它當成一碗湯來享用 整體喝起來是不會過於油膩的 主要就是一股微甜帶上一點蒜香 早吃就一定會來這邊解鎖其他菜色的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單吃一口鮮皮配麵 看起來還有加入一點辣椒麵去爆炒啊 相對的聞起來那種鍋氣感覺會更加濃厚了一點 我覺得他們家比較偏這種直球微辣帶一點這種洋蔥的甜味 以及適當的鍋氣感 比較不會有一種特別突出刷槌的酸香平衡 不過我覺得單入鮮魚的口感絕對也是相當好 感覺整體的軟嫩度會相對更突出一點 我們再來一口 兩家的意麵其實吃起來都是這種軟Q路線的 但是我覺得皇家在軟Q的同時呢 還有吸附了相當濃厚的湯汁感 他們家就比較偏這種直球的爆炒香氣啦我覺得 我們首先呢 帶來用從他的V哥起手 他們家用的松跟那個水仙宮的不太一樣 然後呢也沒有配花生配的是一顆小乳丸 OK各位我第一個感覺台南的肉燥怎麼都可以如此花口綿密 入口的衝擊我覺得真的是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V哥本身這種醬香 好像又稍微再更加的濃郁一點 整體爬起來呢真的就是三味中和啊 有他這種魚蔥的鮮味 肉燥的油香 以及他V哥本身非常迷人這種醬汁感 好的那我們最後呢就來進行魚肉燥油條的重逢 還有淋上的滷汁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的欠吃啊 好像還蠻好吃的 可能是在已經不期待口感的時候呢 會更著重於他風味本身的表現 嚼的過程中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油條這種相當名的麵香 跟他的肉燥醬汁結合在一起 可能是他的肉燥本身實在是太Carry了 搭配什麼都還蠻帥氣的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早餐日後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民族路三段上面 主打高CP值浮誇性肉量鴨腿飯的鳳姐鴨肉飯 那這一家真的是非常誇張 用餐時間真的是排到歪頭 尤其如果你想吃他們家的鴨腿飯的話 個人那是良心建議你10點半就去排隊 以90塊來講這個肉量那真的是還蠻浮誇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看起來那是真滴欠吃啊 OK各位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 值得充分值得 首先口感部分呢 絕對是走一個軟的路線 有他瘦肉主體的嫩以及表皮的這種微Q感 同時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除了他本身的這種鴨肉香以外 他們家淋上的醬汁又有一種不太一樣的香氣 而且因為肉量很多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蠻多的 反正我的心得就是一間啦 你排個半天吃到之後呢 不太會感到粗糯的類型 我們配上酸菜試一下 這個酸菜那是真滴下飯 而且我看他們家好像還有這個梅干控肉的便當啊 點不到鴨腿飯的話 吃那個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 鳳姐鴨肉飯 個人那是真滴心服口服 我本來擔心會不會是拍照用 但是沒有沒有 他的口感跟醬香真的是火力十足 目前私心最想要二刷的一間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從他肥美的生蠔起手 表情要再配上一點蝦軟跟鮭魚軟 OK各位 感受一下啊 在我心中好吃的生蠔 入口的甜味呢 那是必須大於他的鮮味 剛才那一吃下去 我覺得是真滴到位 下一口就來處理他的鮭魚 他把它切得有點小鋸齒狀啊 看起來格外的欠吃 一口下去呢 真的就是一個字 油香爆擊 而且我感覺他們家的這個生蠔醬油 特別對我的胃啊 整體的那種甜味相對更加突出一點 可以很有效的去跟鮭魚的油香 達到一個平衡 好的 我們在處理海膽之前呢 油起一顆干貝入口 生食級干貝入口的腳感 那就是真滴爽 而且整體的風味呢 真的就是相對清新柔和 配上表層這種魚子醬的鹹香哦 我們下一口來個海膽配飯 在我心中呢 就是白吃不膩油脂海膽 彈化以後呢 那種鮮甜感就會釋放出來 最後就來處理他的天使香 感受一下啊 好 我們首先呢就從他的下巴起手 你沒有下巴跟有下巴的版本呢 其實只差20塊而已 沒有理由不給他加一下吧 第一個感覺啊 這種炸魚塊吸收湯汁以後 就以微軟微紮實的口感之間 嚼起來的感覺真的是特別好 但是相較於這種 比較偏紮實路線的吐托魚 鱸魚的口感就會更好啊 更多的是這種軟Q感 同時你吃得出來他的麵衣呢 又帶一點微甜 那當然還有他裡面其他海鮮的功勞啊 各種鮮味結合在一起的組合套餐 真心不誇張 口感還蠻好的 好的 那我們下一口來一個綜合大拳套 扇貝蚵仔配上他的小卷 啊不過說這種 他們家蚵仔這個尺寸算是蠻有誠意的啊 我本來也會走這種小巧可愛的食客路線 這三位同時入口的腳桿 那真的就是一個極度豐富 而且重點是你撈完一尺 還有非常多客在等著你 好的 鬼關的朋友 最後一站就來幫各位介紹一下 台南宵夜用牛肉湯的優質選擇 他就是位在民族路山段這邊的 胡淑州牛肉湯 那因為呢我是五點來啊 所以說什麼肉都有 我就直上他們家最高級的 定級牛肉湯 這個油花的紋路看起來那是真地漂亮 那當然呢 吃他們家還要再配上一碗蒜頭牛肉 這個距離就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蒜香啊 不過呢待會還是口感定勝負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單吃一下他的牛肉 這個油花的豐富度啊 看起來估計呢就會是我的菜 果然啊 溫體牛它所富含的這種 油脂的部分那是相當關鍵 像我們這一集裡面拍的另外一家康樂街 它的香腿比較瘦 所以說吃起來比較偏清爽路線 但是這一碗頂級的呢 它的邊角部分就有更多的油脂啊 不僅在這種軟嫩感之外 補一點微Q 重點是還可以再補上一股相當濃厚的油香啊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單喝一下它的湯頭 相對於清爽系的康樂街 鬍鬚中整體的濃度很明顯 更強烈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台南牛肉湯就是這樣啦 都好喝主要還是看你個人喜好 最後呢就來處理它的蒜頭牛肉 我是覺得顏值浦浦 但聞起來那是真皮香 感受一下啊 我個人會覺得香蕉之下 蒜頭牛肉呢還是吃一個香氣啦 你要說它的口感有多麼驚艷軟嫩的話 真的是還OK啊 畢竟它這種全熟的口感呢是有一定的極限在的 如果你是排了很久 衝它而來的話可能還好 但如果像我一樣非常悠閒 沒有什麼人的時候吃的話 充分會想點上一盤來配飯的感覺吧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台南海岸路商圈 暫步美食地圖失選 真的是只有台南才能夠讓我想要在一個小小的區域 連拍一個十家 因為實在是有點難取色 休息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